联合国红十字会还有车头贴着Z字的俄军游览车队 三方合作连夜启动撤离行动 联合国居中调停之下 马里乌波尔开战以来第一次停火两天 红十字会车辆C29号出发 一路开了230公里 隔天一早才抵达亚苏钢铁厂 亚苏营指挥官证实 至少20位平民是从瓦砾堆里被救出来 首批人员先被送往盾内刺客的贝奇米纳村临时安置 5月2号才会抵达乌克兰控制的中部城市扎波罗热 这名钢铁厂是非常强烈的 跟我们一起砍了 如果要去尝试水和氧水 甚至我害怕这个 我害怕这名钢铁厂 这场员工在场区内的地底下呆了好几个星期 几度以为自己无法活下去 乌克兰公布里面至少还有两千五百名乌军和外籍佣兵助手 以及一千名平民受困 救援行动刻不容缓 最新卫星影像显示 亚苏场区有大片区域严重毁损 地底下可能都还有人被活埋 而在其他乌克兰东南部城镇 俄军攻势还没停 俄罗斯号称使用高精准搞玛瑙超音速飞弹炸毁黑海港都奥德萨的军用机棚 摧毁内部欧美军援乌克兰的重要武器 俄军袖战机声称上周末又击毁17处乌军设备 并且歼灭超过两千名乌军 死守马里乌波尔的乌克兰战士也没放弃 在地底唱国歌鼓舞军心士气 英国军方分析 普丁很可能利用5月9号二战胜利日的阅兵仪式 摆脱特别军事行动的说法 正式改口要向纳粹宣战 大规模动员后备军力 但英国国防部判断 俄军目前仍然有战术不协调的问题 普丁想要及时攻下乌克兰东南部 恐怕还有一段差距 金新闻吴洛英州成为报道